嗨,大家好,我是阿翔 那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 手机上一个还蛮好用的 这个影像去背合成的工具 那它的名字叫做Adube的Photomax 那它这个工具其实很简单 我可以把我想要的某个照片上的主体 比如它是一个人啊,一个动物 它把它的背景去掉 我们就只保留它这个主体 再把它合成到另一个我们可能其他的照片里面 好,那在进入这个程式的时候 它其实预设首页就会有很多不同的专案 那你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它其实里面就有这些专案的这个范例了 那我们可以透过右下角这个按钮,加号 点击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直接的浏览我们手机里的照片 或者是我直接用手机拍一张照片 或者第三个按钮它可以直接连接到Adube的这个云端 你只要有注册它这个Adube的这个账号 你就可以有这个云端的服务 那我们先来透过第一个按钮 来找找看我们手机里面的照片 好,浏览以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张照片来做这个去背 那我就选我最近还蛮喜欢这个厚道系列的动物 我们来把它当成是一个去背的范例 那我们要开始去背的时候呢 下面有四个按钮 第三个按钮是挖减 好,挖减这个按钮可以让我们直接的 我们可以直接用手指头 在我想要保留影像的地方 去做涂抹的动作 那它其实预设的智慧选取 它会自己去帮你选择这个相近的颜色 那其实还蛮准确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那如果你觉得影像的太小 你也可以在做这个去背的时候 我可以用两只手指头去把影像做一个放大的动作 好,可以继续的涂抹它 好,那如果发现有比较不精准的地方有涂到背景 好,我们可以把左下角这个增加切换到剪去 那我一样可以用手指头涂抹它 把我不要的地方 背景的地方再把它涂掉 好,那你在放大的时候呢 我可以用两个手指头去移动画面的范围 好,去剪掉我不想要的地方 好,像这样子 好,比如说狮子的双脚中间 我们可以再放大一点 好,那如果不小心剪去的地方 我们再把它切换到增加 我们再慢慢的把它加回来 好,在操作上其实对于大家来讲 应该是蛮简单的 好,我们重复这动作 把不要的地方涂掉 把要的地方再加回来 好,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智慧选取 好像有的时候它颜色抓得太敏感了 我只想要自己去做一个修剪的动作 我们点一下右边这个魔法棒 我们可以把它选成基本选择 它原本是智慧选择 那基本选择这边点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手指头去涂抹 那涂抹的地方就会是你手指头碰到的地方 它就不会自己去抓颜色了 像这样子有没有 你涂到哪里它其实就是到哪里 背景也是一样 好,透过这个功能 涂好了以后 我可以再用剪去的地方 我手指头把我不想要的地方 再把它涂掉 那它其实就不会自己去抓颜色了 像这样子 好,我们再来做一些比较细微的修剪 好,重复这个动作 增加跟减少 把我们想要的范围都选起来 好,那这个影像呢 其实它自己 有这个边缘在修剪的地方 它其实会自己去做一个语化的模糊 好,你可以发现我在涂完之后 它的影像会有点改变 那我们其实可以透过下面的按钮 语化按钮点了以后 目前预设边缘是0 我们可以去选它 然后左右滑动 可以去决定这个语化边缘的大小 那如果我设定语化边缘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在彩剪的这个影像边边 它其实是有做一个模糊的效果 那这样子 这个模糊效果其实可以 让这个影像看起来会比较自然一点 就不会看起来就是剪下的地方是很硬的 好,像这样子 那旁边这个笔刷大小 我们也可以去左右滑动 去决定大或小 如果你想要修剪比较细微的地方 我们可以把笔刷调的小一点 这样子你可以涂抹的地方是比较精细的地方 像这样子 加回来的地方也是一样 我可以选择真的比较精准 比较细微的地方 可以透过这个笔刷大小 来去做一个调整 好,那你可以看一下我去背的范围 我可以用这个右边的反射 去看一下我去掉的范围 跟我保留的地方 可以去做一个反射的动作 好,我去背完成以后 我可以用右下角的打勾 来确认 好,我就已经 把我的前景的部分 这个狮子已经剪下来 那我可以再另外新增一个背景影像 好,那一样 可以透过你的照片 手机的照片 或是用相机拍摄 或是连到这个photoshop的云端 或是你的设计库 好,我们来选择 一样我们从手机的照片来找 我来找一张 我们家小狗的照片 把它跟狮子合成在一起看看 好,我们来找找看 小狗的照片 好,这边有一个小狗 我们家小狗在楼上玩的照片 我就把它选进来 选进来以后 它会在上面的第二个格子 这边 好,那它会有蓝色的框线 表示说 我现在正在编辑哪一张照片 好,那 加上说这个狮子 它现在其实位置 我想要移动它 我点一下上面的格子 把它移到这个框框 把它框到狮子这边 我就可以去移动狮子的位置 好,拖拉它 好,那如果想要觉得狮子 太大我想把它缩小一点 也可以用两个手指头 好,去做一个缩放的动作 好,把它缩小一点 那两只手指头在 这个缩放的时候 我也可以去旋转它的位置 好,去旋转这个狮子的影像 好,我们把它调到一个 比较适合的大小 像这样子 这样子我很简单的 就把刚刚的狮子 跟我们家小狗的照片 合成在一起 好,那 这个照片加进来以后 也是可以去做编辑 我再把上面切换到 这个背景的小狗照片 下面其实有 调整跟look 跟这个裁剪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照片的编修 例如说我选调整 好,它其实会有几个 比如说自动修复 就是它去做一个 自动的影像的调整 好,那另外曝光度 其实你也可以自己去做调整 点了曝光度以后 我的影像左右滑动 它会去调整曝光值 好,对比的部分也是一样 全了以后左右滑动来调整 效果的这个范围 清晰度也是一样 好,保和度 颜色保和度也是一样 好,可以去做这个调整 那你调整完以后 要点选下面的打勾 它才会去套用 刚刚我们调整的效果 那look 这边它其实比较像是预设好的特效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我们想要的特效 直接套用在影像上 那你可以发现 我们现在其实选择是背景的图片 所以说我在套用效果的时候 前面刚去备好狮子 其实是完全不会受影响 它其实只有编辑我们后面背景的照片 背景的照片 选好了以后一样 想要这个效果一样是用打勾 来做一个套用 好 那影像调整好以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把影像 去做一个分享的动作 好,右上角这边有一个分享的按钮 点了以后 它一样可以把照片放在 你的设计库啦 或存在艺朗啦 或是传送到你的 这个Photoshop的程式 那另外右下角更多 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做好的照片 直接的去分享到你的其他应用程式 譬如说我想把这个照片丢到这个Facebook上面去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这个更多 那你点更多的时候 它其实会需要准备一下影像 去把影像做一个输出的动作 好,这个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 等它输出完成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选择 我们想要用什么方式去做分享 好,这边下面可以选择你要的应用程式 好,那我们可以选择这个Facebook 点选了以后呢 它就会帮我把刚刚这个照片 直接的 上这个贴到我们的涂鸦墙上面 那我们可以直接选择右上角的这个发布 我就可以把这则影像直接分享出去了 好,那大家看完这个教学以后 也可以自己动所做做看 透过这个Photoshop Mix 来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合成的动作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影片的下面留言 或者是到阿翔的Blog去发问 那我这边都会这个来回复大家 好,那这一则教学就到这边为止了 OK,谢谢大家,拜拜